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新一期 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 大家如果看到这一期的封面设计呢 其实在一个白色的封底前面 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接替前任德国的总理默克的 Olaf Schatz 就是他们最新的总理 那右下角这边写的一段文字 写的是Germanism Moment 德国的一刻 然后这个新任的首相 Olaf Schatz 能不能带领他的国家 在全世界有一个新的地位 如果他能够速度更快的话 代表其实还是有点抱怨 他速度还不够快 这是由所谓时代杂志 特别驻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记者 叫Lisa Albani去写的 那文章一开始他就特别提到 其实有在观察德国政局的人都知道 Olaf Schatz呢 其实很多人认为他就是男生版的默克 因为包括他的一些动作 个性跟行为 很多人都认为其实非常像默克 就基本上你如果问他问题 很多时候他就故意的顾左右而言他 很多事情他都不愿意讲太多 不过呢自从2月24号 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之后 很多人对他是寄予厚望的 那在2月24号的三天后 他在德国的议会发表了一篇演讲 里面特别强调德国正走在一个钢索上 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那本来呢有很多人其实会抱怨德国 因为他非常仰赖俄罗斯的天然气 动作不够快 对制裁或者是援军这一块都不够快 不过呢其实后来德国的一些动作 让大家大呼意外 包括呢他宣布要投资1000亿欧元 去增加军备 让德国能重新再变得很伟大 他也宣布呢其实虽然对德国的GDP 可能会有5%的紧缩 可是最多他觉得会像2020年 疫情刚爆发大概4.6%左右 是德国可以take的 总而言之呢其实这个所谓的 Olaf Schultz新的德国的领导人 看起来其实虽然很像默克 也是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在文章最后他也特别告诉记者说 他要随时告诉自己有两颗心 既不能歇视底里 也不能太在乎别人对他的批评 那对他来说他唯一能相信的就是 德国人民要相信他 他正在把德国带到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position 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时代杂志的蜂蜜故事 最新的德国的领导人 Olaf Schultz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哈喽大家好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